推展全民排球运动提高 花莲县对排球运动风气和技术 要促进全国球队联谊 还有增进身心健康 110年度的县长杯排球锦标赛 27号上午在东华大学美轮校区的体育馆举席 有46只近旅超过500位的选手报名参加 花莲县110年县长杯排球锦标赛 27号上午在东华大学美轮校区体育馆隆重开幕 围期三天的赛程有社会组、九人制组、高中以下学生组等多个组联 总共有来自全台各县46只近旅 超过500位选手报名参加 运动比赛业的一个天气 要外面的太阳之上 我们一面在中央的中间 大家各位选手都充分在花卫下来展现我们的面场 我们练习和准备的保守的国家球场队 我们练习的记忆 我们希望建立比赛 各位建筑们都能够把论别人的技巧能够提升 然后别打对我们的支持参加案是相当于好 现在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择所有的选择 除了在学业大、在身体大 真的是要建设基督 国家的建筑大量都是要保健康的下一代 我们需要这种比赛 大家在经历上能够互相比赛 也能够这种比赛 能够得到好实心 景点各结合花联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 举办现场被排球锦标赛 提供参赛选手最高等级的比赛场地跟体验 打造国手的摇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